中国六句话坚决回击美国关税攻击。 中国不知为自己。 也替天航道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来而不往非礼也,8月3日晚,中国坚决反击了。 两份重磅文件发布,一份是商务部发言人发表谈话,另一份是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发布公告,都针对一件事情,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关税。 两份文件都不长。 以商务部发言人的谈话为例,牛弹琴,Beer Piano,仔细数了一下,六句话,约350个字,相当的严谨一概。 但正如很多人所说的,新闻越短,事情越大。 这六句话,结合税责委员会同样简短的公告,可以说向美国也向世界是放出强烈的信号。 牛弹琴,Beer Piano,简单解析如下。 第一句话,商务部发言人说。 近日,美方在此前公布对中方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10%关税清单的基础上,又提出要将征税税率由10%提高到25%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这是在陈述事情的起因,请注意三个数据,2000亿美元,10%,25%。 事情的脉络也很清楚。 美国对我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,纯属霸凌主义。 加征10%的关税税率,更是毫无道理。 现在还要将10%税率提高到25%,更是在步步紧逼。 税泽委的公告,更对美国提出了强烈的批评,指出美国词曲,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,破坏全球产业链和自由贸易体制,实质性损害了我国国家和人民利益,也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。 那中国别无选择,只能以牙还牙了。 第二句话,商务部发言人说。 对此,中方决定,将依法对自美进口的约600亿美元产品按照四档不同税率加征关税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肯钱税,这就是中国的反击。 两个关键数据,600亿美元,四档不同税率。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,美国可是针对我们2000亿美元,我们怎么才针对600亿美元? 答案也很简单,美国对华出口,总共都不到2000亿美元,我们的反击,自然不能只拼数量,而是如之前公告的,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进行反制。 至于四档具体税率,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公布的信息是,25%,20%,10%和5%。 其中,2493个税务商品,加征25%的关税。 1078个税务商品,加征20%的关税。 974个税务商品,加征10%的关税。 662个税务商品,加征5%的关税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对不起了,这些美国商品,中国这么做,完全是美国逼的。 第三句话。商务部发言人说。 中方的差别化税率反制措施是理性和克制的,是在广泛听取意见,认真评估影响后提出的,特别是充分考虑了人民的福利、企业的承受力和维护全球产业链运转等因素。 请注意这一系列关键词,理性,克制,广泛听取,认真评估,特别,充分考虑。 这一句阐明斗争手段的话,意思也是很明确的。 一,我们没有失去理性,还相当克制,不然也不会只针对600亿美元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二,我们确实做好了充分准备,要不,怎么说广泛听取意见,认真评估了影响呢? 三,但放心,我们也不是乱来,美方会尝到痛处,但我们也注意尽可能不影响人民群众的福利、企业的利益、全球产业链的运转。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的通告,也明确表示,上述措施实施后,有关部门将会同社会各界对措施效果进行评估,力争把措施对我国国内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。 确实,中国足够理性,足够克制。第四句话。商务部发言人说。 征税措施的实施日期将是美方行动而定,中方保留继续出台其他反制措施的权利。 一句话,打啊,我们奉陪到底,但现在,我们引而不发。 税责委的决定说得更清楚,美方什么时候加征关税,中国的反制就什么时候开始执行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第五句话。商务部发言人说。 中方始终认为,在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协商,才是解决贸易分歧的有效途径,任何单边的威胁或讹诈只会导致矛盾激化,损害各方利益。 意思也是很明确的,一,贸易战两败俱伤,协商谈判才是正道。 二,但中方不接受枪口下的谈判,必须相互尊重,平等互利。 三,你们单边的威胁或讹诈,结果就是激化矛盾,就像现在这样。 四,请注意,损害各方利益,这损害的不仅仅只是美国和中国的利益,得不偿失啊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第六句话。商务部发言人这样说。 中方再次强调,由于美方不顾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利益,一再升级事态,中方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,以捍卫国家尊严和人民利益,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,捍卫世界各国共同利益。 感觉中方真是苦口婆心,前一句开头是中方始终认为,这一句开头又是中方再次强调,碰上这样一位尤言不尽的对手,也真是没办法。 尤其是这几个关键词,不得不,必要,捍卫。意思也是很明确的。 一,中国真不想这么做,但这是你们美国步步紧逼,中国人无可忍。 二,这关系到国家尊严,人民利益,中国已没有退让的余的。 三,连续三个捍卫,中国不是只为了中国自己,中国真是在替天航道。 试想一下,如果中国也屈服了,自由贸易,多边体制,还存在吗?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六句话,有坚定的决心,有不容置疑的底气,也有捍卫全球共同利益的格局。 中国确实已退不可退,只有上下同心,沉住应战,才能迈过这道坎。 税泽委的决定也说了。 中方承诺,将继续按照既定部署和节奏,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,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,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,与世界上一切追求进步的国家共同发展,共享繁荣。 请注意,一切追求进步的国家,我们团结起来,共同发展,共享繁荣。 当然,对美国来说,现在估计也骑虎难下。 正如美国有福漫画所嘲讽的,如果都禁止中国洗衣机进口了,那美国的大妈们,只能你们辛苦自己动手了。 哦,美国男人们,你们也都别傻站住啊。 这是一次贸易战,但其实更是一次舆论战,心理战。双方都在斗智斗勇。 更激烈的战斗,可能还在后面。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